加州 報稅請晚 通脹紓困金或要納稅 加州約有1600萬人 在2022年收到州政府的中產家庭退稅 這筆一次過的紓困金 容易是讓民眾用來抵消高汽油價格及高通脹 不過數以百萬計的民眾 可能要為這筆紓困金繳納所得稅 目前州府正向收到600元或以上紓困金的 數百萬加州民眾發出1099稅務表價 換言之來說 這些民眾必須向各稅局申報這筆收入 然而聯邦政府仍未決定這筆紓困金 是否要納稅 早前 汽油價格升至到每加卵7元 而兩有雜貨價格亦都飆升 促使州府加快發放紓困金 由每個人的200元至每個家庭的1050元不等 這些中產家庭的退稅太悲心來得合適 但是聯邦政府可能要從中分一杯羹 註冊報稅的代理人 Norman Golden 希望國稅局在下一個月內 可以公佈一些最新的規定 他表示如果國稅局相信這些紓困金 是有助經濟援助 那就符合了免稅的資格 Golden指出 紓困金必須是用作出盡一般的福利 由於紓困金的發放當時是用作抵消通脹 因此有足夠理由是符合這個資格 但是即使有不少民眾已經在報稅 國稅局依然未有決定 由於加州政府在紓困金上花了超過90億元 Golden表示 國稅局可能不想伯伯放過這筆巨額稅收 例如收到700元紓困金的人士 他們的稅率等級屬於25% 等於以為這筆紓困金向國稅局繳納175元的稅款 Golden建議民眾填補這筆收入 但是之後以一般福利為由要求退稅 但是如果被拒絕也只能接受 好消息的是這筆收入不必繳納周稅 但是如果你的通脹紓困金是少於600元 雖然你在聯邦稅表上依然可以填補這筆收入 但是你不會收到1099的表價 而國稅局也不會有這筆收入紀錄 天下威士記者編輯報導